虽然你静了身 但丽妃毕竟是女人 怎么可能不害羞 奴才知错了 皇上教训的是 丽妃 她不懂规矩 难道你也不懂吗 更好 就是在为死太监开吐 算了 真今日的兴致 都被你们弄没了 丽妃 你今夜不闭事情 糟糕 不是情怀 怎么假怀龙胎 尚未帮助舅舅 多怪这个狗奴才 还本宫七花落空 皇上 皇上哪日再有兴致 臣妾也好提前做些准备 奴才多谢娘娘 韩大总管不愧是大内第一人 连皇上都想着 奴才哪比得过娘娘呢 娘娘这一门心思的想爬上龙头 到时候我还是直接飞上枝头 变凤凰 你这个狗奴才 竟然敢嘲讽本宫 你就不怕本宫揭发你是假太监 娘娘要是想揭发我 刚才皇上在的时候就开口了 不过这身宫之中奴才还真是不敢拒我待呀 韩总管你可知 太监若敢私自出宫 已经发现凌迟几死 这就不必让娘娘替我操心了 哎呀 届时天高皇帝远 又有谁能杀得了我 韩总管还真有男子气感 父母 assim 你